之前合併完之後呢 就有同學會馬上問說 老師這個日期,日期你怎麼給它一個文字 那個文字字串 它將來呢,如果不是一個標準的日期格式的話 那處理起來其實很麻煩 為什麼?因為你就沒辦法做那個日期的格式 而且也沒辦法做判斷 而且也沒辦法做計算 那就麻煩了 所以理論上一般在Excel裡面 不太適合放這樣子 因為這樣子自己看得懂 但是問題是沒有辦法做後續的處理 所以理論上應該放一個什麼 標準的日期格式在這裡 可是問題來了 怎麼樣把它變成標準的日期格式 那這個所謂的標準的日期格式 可能就是說呢 我們需要怎麼樣呢 剛剛串接的地方改一下 我希望改成什麼 假如說我希望我不要是用那個 Shit the name 而是應該把它改成什麼 假設我要輸出的話 這個地方齁 假設我不要串剛剛那樣子 我希望串完之後是2017 2017 然後1月1號的話就是1月1號 就這樣子 直接幫我輸出到這裡 那1月2號1月3號1月4號 那實際上齁 應該差異的部分 就是說原來的數字齁 應該是這個後面 最後面那個日的部分 那月可是月從哪邊來 月其實你可以從什麼呢 其實你可以從那個 這個值 i有沒有 因為如果 i等於1剛好1月 i等於2剛好2月 對不對齁 然後再來2017的話 你穿在前面就好了 所以寫法上齁 怎麼做呢 第一個齁 把這個怎麼樣 其實乾脆齁 我是建議 如果你不確定這個 做出來OK 你可以先前面加個單引號 然後把這一行複製一下 複製完之後在下面加 拿它來改 可以齁 改的方法1 先加2017斜線 2017斜線 然後斜線之後 串一個什麼呢 串一個i 放一個i在這裡 i放進來 如果1月不就是2017斜線1月 然後再串 所以and 串什麼 1月 再一個什麼呢 斜線 然後呢 把它1月 日的話在哪裡 日就是它原來裡面的資料 所以你就把原來的資料 把它放到後面 記得這邊要加一個串結 它原來要放的資料 1嘛 所以2017的 1 這個是根據什麼 根據月份 是根據i 然後呢 斜線根據後面的日 大家可以看懂吧 OK 反正就串 串完之後呢 再來我還是不確定到底對還是不對 怎麼辦 設個中斷點 停在這裡 試一下就知道 來執行 執行完之後呢 它貼了 貼上之後呢 也確定它是小於三個字 那再來怎麼樣 再來就是 執行一下 按F8 有沒有 剛剛好 OK 沒問題了 然後再來其他都一樣 所以執行 這個就不要中斷點 你不然它一直卡住 然後讓它繼續全部跑 應該全部跑完就OK了 好 2017 2017 2月 3月 不過你會發現 這個資料有兩個東西怪怪的 什麼怪怪的 這兩個 2月怎麼會有29天跟30天 這個資料來有點怪怪的 好 但是你當然 如果說理論上你自己做的話 你就要把這兩個也刪掉了 當然你要刪掉的話 你就按右鍵刪除 不過如果你要寫程式刪除的話也可以 只是說這個 這個當然這兩筆是有問題的就對了 好 這個第一個 你做完之後呢 大概201就標準的 因為VBA丟出一個字串放進去之後呢 它也會去偵測說它的格式是什麼格式 所以你會發現 它裡面 也會變成日期格式 而且也是一個標準的日期格式 你會發現這邊丟過來 2017有沒有 因為我丟過來是2017斜線1斜線1 它又會自動怎麼樣 抓到它的格式是這個 所以會自動幫你變成日期格式 但是如果未來 假如你希望怎麼樣 可能後續又有延伸性了 就有同學說 老師那可不可以幫我變成這樣的格式 104 這個好像上學期 我們有講過吧 104年的 那個 把斜線改成點 把那個月跟日變兩碼 然後後面加上週幾 如果我今天希望 再延伸性 把這個格式變成這樣的格式 那怎麼做呢 其實呢 在ECLVBA裡面呢 其實只要一行程式 多寫一行就OK了 那在寫這一行程式之前 你可能要先知道一個訊息 什麼訊息呢 就是如何把它先變一個出來 我們之前還記得吧 日期先用什麼 中華民國利有沒有 然後找一個接近的這個 可能這個 然後先點中華民國利之後 先找一個接近之後 怎麼樣 再去點自訂 自訂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再去修改 那修改的方法 特別是要 找到一個點自訂 然後呢 改什麼呢 把斜線改成點 有沒有 斜線改成點 那兩碼的話呢 把M改成MM D改成DD 然後呢 後面要周期的話 就是小瓜糊 移到中間輸入什麼 還記得嗎 忘了 AAA嘛 三個A就好了 四個A是什麼 信息期 好OK 應該有印象啦 OK這有講過啦 只是 可能 暫時沒有用到就 OK好 那再來特別注意喔 這個是它的格式 如果你按確定之後 它會幫你把格式套上去 可是只有套一個喔 但是如果你希望呢 每一次輸出資料之後 就套用這個格式的話 欸 那這個時候你該怎麼做 一 先把這個格式先做出來 二 把制定裡面這個文字 怎麼樣 複製起來 複製之後呢 把這一個 格式 放在儲存格的一個屬性 叫Lumber Formate Local 他就幫你執行了 做法上我做一次給各位看 這個地方 基本上就是在這邊 這個是輸出標準對不對 那請你在下面這一行 Enter一下 打一個Sales 然後先不要刮虎 刮虎後加 打一個點 Number Formate Local 打一個N有沒有 它會跳到一個這個屬性 這個屬性就等同 你剛剛滑鼠按右鍵 儲存個格式 自訂的那個地方 一樣的道理 然後呢 等於什麼呢 把雙引號先打 移到中間 把剛剛那個 自串的那個 有沒有 我們剛剛不是從自訂裡面呢 有複製 就剛剛這個這個 按右鍵 儲存個格式這邊 有一個自訂這個 這個東西 複製 然後呢 貼到哪裡呢 貼到這裡 好 記得前後加雙引號 那最後不要忘記做一件事 什麼事呢 就是 再加上刮虎 OK 刮虎後加 為什麼刮虎後加 因為如果你刮虎先加 點下去它不會理你 那你變成你要打 Lumber Formate Local 你要全部打對 我是擔心 很多人應該打 會打錯 所以你就點一下 打個N就可以了 這樣子就出來 記得先把這個 複製一下 等於空的 把剛剛的東西貼上 這樣子的意思是什麼呢 就是 輸出完那個 一個格式之後 順便幫我把那個儲存格的格式怎麼樣 做一個格式化 變成這個 所以它輸出一個格式一個 輸出一個格式一個 應該可以看懂 OK 那我們最後做完之後呢 執行看看 有沒有發現 全部都格式化完了 但是這兩個怎麼辦呢 就把它刪掉好了 OK 那你也可以寫VBA 判斷如果它不是一個日期 就把它列給刪掉 好 那這樣子的話呢 我們就完了 程式比較冗長一些些 不過也不難找 在雲端上 其實就是這個 關鍵點就是這兩行 OK 不用死倍 因為如果 了解意識的話 基本上 要把這個東西做出來 並不是那麼困難 所以今天大概就是 把那個 日期格式 把它變成標準之外 再把它變成民國年的格式 配合上學期講過的東西 然後再來我想應該就差不多 最後其實就是 也許再可以把什麼呢 把這個再跟資料庫做整合 轉到資料庫裡面 其實也可以再跟那個 MySQL連接啦 你把今天 1到3月的東西 全部都會整 到第一季吧 也許你在那個 MySQL裡面再加一個資料表 也許叫第一季 那再把資料 丟到MySQL裡面去 這個部分也可以 再延伸練習看看 OK 這個部分我想各位 先試試看 除了第一季之外 你也可以自己再把那個 1到3月變成1到12月 其實你可以發現 你在加 不管你加幾個月 它一下子全部都合併好了 為什麼 因為去著點抗嘛 減1嘛